台南店的小农业 台南店的小农业 一天就能看到大片的电视厨面 非常好的餐厅和舒适的用餐环境 这是为了农西区行的立家食堂 除了餐厅的风格特别 餐店的安排更是用心 所有的实在都是餐厅的这些店 请自探訪了解后 和在地的小农业配合 更是用心搭造的餐店 那今天你看到我们所有的在台南店的小农 全部都是我们用那个就是慢慢的去采访 一个一个收集出来的 那都非常有特色 一个很最大的不同是 我们是为小农量身定做他们的餐点 那替他们的餐点发挥他们的口感 或做法最特别的那个地方 就是要让消费者吃到最亲和最好的食材 餐厅的这些店 中三地的和餐厅的概念都在餐厅 让民众看得到所有的每一道料理的来丸 电菜团都有新生价的介绍和他们的理念 还有更特别的是 民众也可以在现场 都买到所有的料理实在 包括酒料 你今天吃到的所有的餐店 在我们的店也都可以买得到 这是我们很希望的 甚至我们酱汁也会买 那就希望大家可以回到家 然后很简单的可以做菜给家人吃 这现场就说 就是希望可以让消费者在家的 简单煮 就能吃到健康的东西 而且这些料理 都是对到整个台北外的 清除豆瓶上的火龙果冷面 就是用到冬季的水果来做搭配 火锅料理 也都是用新生的菜 因为我们每个小农 它可以贡献的菜不太一样 所以像我们有时候这个季不是 不是这个火龙果季 我们当然会用别的材料去取代 比如说凤梨啊 或是芒果 然后来搭配它火龙果冷面 这种口感这样子 所以不可能说永远就是没有火龙果 就要用火龙果干 不可能 所以它其实就是要去想说 我们现在谈了什么东西是最好 我们就开始用它的产品这样子 餐厅的这些市场 对研算实质 实质的消耗 到实质的尚到餐厅 都身体的消费价 做完头的八关 让我们在餐厅吃到的 不仅是实质的新鲜 还有很多人对土地的热情 和他们的故事 我们在新闻台湾的视频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